砸玻璃那天 一个贷款公司的电话吧 他跟人家还打电话了 说贷四十万 应该是一年还七八万吧 他说贷一年的话七八万 他跟您讲的是说 让您把房子抵押给别人 然后把钱带出来 不是有房子 用那个我的工作 这个供给基金卡啊 或者是工资卡啊 用我这个证明 抵押 贷出四十万块钱给他 然后离婚是吗 对 好推一下女士的话筒 女士你好 你好 您是不管用什么方式 只要拿到四十万 我就跟你离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刚才他在上面说的 有好多事情 我都不认同 他提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您找到了一家 信贷公司是吧 这个不是信贷公司 这个是我就去问了一下 那个银行的那个贷款 就是银行长不是没有房产证吗 然后我问他的情况下 他就是说 反正具体我也没去 他就是说要公司 出具一个什么样的那个 就是找买房的那个证明嘛 然后证明这房子是我们的 然后人家就可以申请办理贷款 那个那种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给那个中介 房屋中介 问有房本的情况下是 房子如果出售的话 是多少钱一瓶 然后没有房证的情况下 需要什么手续 然后是多少钱一瓶 这个我打过 我不否认这两点我打过 就是在这之前 您做过这样一些案头的准备工作 是吧 我是当了他的面 我没有说是自己悄悄的 我打的时候他也在场 女士 刚才先生讲到的时候 用他的工作的机会 公金金做抵押 每年可以贷四十万 但是利息是七万 这个也是您找的一个通道 了解到的信息是吧 这个我没有了解 我自己了解过银行 您现在知道 您现在手上的财政情况吧 这个我清楚 因为我们两个都上班 一个月也就两天来过钱 加起来也就四千多块钱 手上有四十万的积蓄吗 没有啊 没有 如果说真的要到离婚那一步 您所要的四十万的话 他是必须要通过卖房 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笔钱是吗 这个也不一定非要卖房啊 因为二姐不有钱吗 可以那个什么吗 二姐 谁的二姐 她的呀 您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二姐有钱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您必须要四十万的话 她还可以找她的二姐借 是这意思吧 对 这是她说的 她说上这个节目来以后 然后听听专家给的那个 律师专家给的那个意见 然后说如果律师专家就是决定 比如说这房子给我四十万 或者是五十万也好 她说她二姐就会就会给这个 先生您的确给过您妻子 这样的承诺是吧 实在不行也想过找二姐身手 我是考虑过 但是之后呢 她说一听说这么多钱 我觉得二姐的不大可能 所以说一直以来 两人之间的事 我就觉得没必要闹到这么大 不过她们家人这个节目 也应该是她二姐给找的 我刚才问了 这位先生说她二姐的初衷 其实是希望你们能够和好的 主持人我跟你说吧 她的二姐 她们全家人 我都是比对我的自己亲人还好 一直以来 我也怎么说呢 我就是拿她当自己的亲姐看 不过我跟她弟弟走到这个地步的话 那就又到另一番别论了 谢谢大家